阿美中青年许政权曾经经历三次创业失败 三年前他来到老婆的老家都兰部落 跟着岳父学酿酒 在手头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 陆续获得圆明会资金协助 开设了出力酿酒厂 事业渐入佳境 他也以自身的经验鼓励 年轻人可以善用政府资源 让创业之路走得更顺畅 许政权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怎么在圆明会这边取得三桶金 阿美中青年细缩自己的创业经验 同时也感谢圆明会所提供的三桶金 让他的创业之路走得顺畅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说 我非常鼓励年轻人 尤其是创业的年轻人 可以多利用政府的资源 尤其是身为原住民的主人 其实圆明会有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让我们在创业的路上 可以减少很多的挫折 像我本身老实讲 我这次酒厂是第四次的创业 然后前三次其实都是失败首场 许政权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之外 也提到政府有许多的资源 有志从事创业的青年 都应该善加利用政府的资源 然后到三年前我回来台东 然后开始跟我的岳父学习酿球 然后到那时候就认识了金融辅导员 就我的第一桶金就是 我是第四届的 是107年百万金子创业的得奖团队 所以我的第一桶金就是 尤其是原民会给我的 是百万金子创业的 然后那个一百万我就盖了 顺利盖了酒厂 那酒厂盖下去发现 诶 其实钱不够 然后后来的第二桶金是 呃 产业贷款 虽然要还的哦 那产业贷款我也带了 将近一百多万 然后后续的建设 然后后续的行销 就从那个产业贷款去继续经营 直到直到今年 然后我又申请原民会的那个 创新研发的辅助 它原民会也很顺利的破案 创业过程最重要的当然是资金 那其实 呃 为什么前三次创业会失败 它其实是 缺少很多一些资源跟辅导 它原民会的给我们的 其实不只是资金 那包括是很多资源的一些辅导 跟一些呃 人员的 人脉的一些资源 许政权强调 虽然政府挹注很多资源给族人创业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靠自己的决心 才能一一突破 可能面临的各种难关 记得潘中海台东市报导